好 欢迎欢迎李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请到老朋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来聊聊他的新书 我非常喜欢他的书名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分享过 喜欢的是我们就开心做 不喜欢的是怎么做呢 耐心做了 那么他又会写书 而且又会画画 所以这本书 我们今天在粉丝团当中 可以跟大家同步的可以看到 那今天他也到我们的现场 好好跟大家来聊聊 好 欢迎一下我们 风传媒集团的合伙人 同时也是新新闻的社长 王学成 王社长 社长好 韵芬你好 各位这个中广的听众大家好 对 其实我们是老朋友了 前两天他到中广来录音 我就骂王学成 你出书不用告诉我 我就说我不敢惊动你 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 光从书名我就很喜欢 然后看到前面 你也讲到江湖的传说 是不是讲一讲你自己 其实有跳槽 也有背叛 然后也有到 也有背资浅 也有背资浅 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段好吧 我觉得说实在的 有时候我们会聊社长的 丰功伟业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棒棒棒棒 可是聊到社长 也背资浅过的时候 我觉得你会安慰很多人的心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就是说 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 我会慢慢相信 这个英国这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做到高阶 当然我们也处理过很多人 因为在整个企业转型 或是处理过很多人 对 就是你就必须 把人资浅掉 那等到你累积了相当的 时日跟这个 因果之后 当市场转变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可能我的功能 不再是公司需要的了 所以我就被处理掉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觉得被处理 并不是一件坏事 而是市场告诉你说 你可能必须转型了 那你怎么坦然接受呢 当一个人被处理掉的时候 多么的愤怒不平啊 我觉得我比较被深刻的 被之前比较深刻的经验 就是说我在2008年的年底的时候 那时候有个金融海啸嘛 那时候我在苹果日报 我负责一个单位 就是那家一个财富周刊 那个单位 大概加上我 大概将近20个人 然后那时候金融海啸发生的时候 就是公司就亏损了 他们就把一些 叫做亏损单位处理掉嘛 所以我那个单位 是全军覆没了 而且很突然的 事情完全没有预警 就是那个礼拜一 然后我的长官就打电话 说那学生你回来公司一下 然后我回去的时候 他说那就 我们把这个单位结束掉 然后就 我们按照牢基法处理 然后我就问他说 那我的部署呢 他们说全部都处理掉 所以那个时候我很难过 不是我自己而是 我觉得我的部署 被处理掉了 跟着我被处理掉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当然很难过 然后当然我也很想办法的 去帮我的部署们找工作 可是我后来发觉说 找工作这件事情 其实工作跟恋爱一样 是要自己去找的 工作跟恋爱一样 都要自己去找的 股票其实也是 我觉得股票你真的是 如果有人推荐你股票 你真的要自己好好去认识 那也跟恋爱很像 你要认识你的标的 所以我觉得工作其实那时候回到那边 后来我帮我的同事们找工作 后来其实他们陆陆续在半年之后 就离开了我介绍的工作了 所以我觉得所有想要去做管理职的人 你可能都要有个体验是 当有一天你的专长不被在市场需要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被处理掉 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 其实我通常在我这个 那次被处理掉的时候 我就离开苹果日报 后来我就去了商周 商周集团 从那开始我从编务 转成业务了 那我觉得因为 我觉得那时候那本财富周固会被处理掉 是因为业务配合不上来 后来我觉得说 既然业务配合不上来 我自己去学做业务看看 所以我在2009年 我回到商周的时候 我就从编务转为业务 而且似乎也转过来了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变成一个编务跟业务都可以做的人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文字工作者 像韵风我们是当 早年我们都是证券记者 是最早的一批证券记者 对你讲最早就知道 我们是最老的那一批 其实我们是享受过 应该是经过好几次万点行情的人 我们每一次都经历过 对就是1989年那次 那之后的这个电子股的狂潮 2000年那次 以及到最近的这个这几次 其实我们都经历过 所以我们其实是 老实讲那个心情上是力尽沧桑的 当然我们也享受过风光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有一些 文字工作的基础跟编务的基础 我去做业务的时候 其实我是懂产品的 那时候有没有身段的问题啊 你有没有觉得那时候 我们当记者的时候 最讨厌业务了 到现在其实我有时候在推展业务的时候 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就是我们喜欢说做业务的人是 每天要看客户的脸色 对对真的 但是你要知道说反过来讲 那我们去采访的时候 东马是人家看我们的脸色 就是别人帮我们倒茶 然后站在我们旁边吗 然后董事长总经理到门口来迎接你 送你到电梯门口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两大报系记者是非常稀有的 但是我觉得身段这件事情 是你随着年龄或者是市场的改变 我觉得是应该要放下的啦 那你放下 如果你能够放下那个身段之后 其实你就赢过很多 放不下身段的人啦 我觉得那是一个超脱 那基本上面我觉得 如果我们放下那个身段 可以帮公司产生很多收入 可以让公司创造很多借位机 或是让这个产业 能够有一些国民所得的增加 我觉得那个放下身段本身是一个功德 对 我觉得我也是这几年才会学下 这种身段的放下 你知道吗 毕竟你看我们也是商业电台 我也要活下去啊 你也要负责营收嘛 当然要 他如果那个真的待不下去了 对我也活不下去啊 我们通常喜欢讲是说 记者是文人嘛 是文人就讨厌钱 我讲真的 可是文人也需要钱啊 对 所以以前的材质背后都有一个 这个能够负责油米酱醋茶的一个太太啊 对啊 太太在后面收钱 你看孔子 孔子你说他不要钱对不对 他只落到他张罗啊 是啊 对那你说这个 每个材质背后都有一个很能干的太太 不然就是要有人去持家 你是靠我们节目来歌颂太太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因为他知道我认识太太 好我们持续跟王学成社长来聊聊啊 他这本书也聊聊他的作人 也聊聊我们做商人的乐趣啊 比方说我觉得文人文器重就不爱钱 对不对 那爱钱也要取之有道 对不对 可是商人呢 但要争取的是更大的利益 请问一下商人有什么样的乐趣 你当社长去赚钱有什么样的乐趣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能够帮公司或整个社会 创造收入或创造财富 然后可以去供养更多人 我就用供养这个样子 就是你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嘛 你这样讲可能我们业务都要哭了 叫他们要赶快听这一集节目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供养的过程 那通常我觉得说这个商人生财 我们说这个取之有道嘛 爱才取之有道 但是我觉得生财过程中 你必须跟市场的脉动 我们讲的再学一点是说 要跟天道相容的 对你要做一些跟市场需要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你找寻市场的轨迹的时候 你在市场轨迹的前面半步 或一步去等那个timing的到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充满乐趣的 那叫做我们叫做用NBA 或用气管的语言 就是你要先塑造一个商模 然后再形成一个团队 去执行那个商模 如果你的商模是市场需要的轨迹的时候 我觉得轨迹这种事情 我喜欢用两个方面来讲说 第一它必须是公益的 它必须对整个社会是有帮助的 第二它是什么 它是有私利的 就是它是有钱可以赚的 我觉得你没有利润化 你公司怎么维持 我觉得好的生意基本上是有公益性质 但是它也有私利 而且公益性质可能要占70% 当我们对这个社会有帮助 我们做的产品是社会大众需要的时候 公司的品牌价值 以及公司的营收跟获利 是市场整个大到 对你这公司回馈里面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专业经理人就在那个回馈里面 我们去取得可能两%三%的收入 所以因为社长 其实社长的工作里面 我的变动性质是高于我的固定性质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变成说 在做一个商人过程中 我喜欢因为台湾其实毕竟还是一个公商业社会 对我一个朋友他升社长了 我就说恭喜你啊高升啊 因为他从总编辑变社长了 费勇大概知道我上了是谁 他就说我才不要了 我要去做业务了 我很惨了 这个刚开始做业务人 待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障碍要过去 那因为我从2019年到现在 我已经做业务做了十几年了 然后到现在 我到风传门现在已经快四年 其实我在 我现在不只是做业务 其实我要负责经营的责任 就是说所谓的业务 就是说我们喜欢讲说 可能是现金流量表或者是省益表 当然 到做经营是你可能要负责资产负债表 就是有一些收益 你要把它转成投资 或者其实这到底是固定资产 或留定资产 我觉得在这个整个思维过程中 它是充满乐趣的 当然也充满挑战 你刚刚讲到说你在这个风传媒 事实上还有一段 我就觉得该不该讲一下 就是说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转折点 也就是你在商周的时候 其实你去了一下荆州 商周跟荆州呢 其实是死对头 对不对 然后你去的时候也被商周人讲说 你干嘛投匪啊 叛徒 对叛徒 像以前那个如果我们有同事去 我们在中国时报了 他如果去联合报 我们就说他投匪去了 对不对 那你算不算叛徒 你怎么去经历那一段的 而且说实在你待的时间不久 然后你会被人家笑说 你看吧 你去就水土不合吧 你就走了吧 应该是说我在商周后来 我那时候在2009年 我在商周几几乎是待来6年 然后那时候 我离开商周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是商业周刊广告部的主管 就是副总 就是广告部就是我管的 那那个时候 我觉得商周它的值本 面临到整个数位化转型的压力 就是说数位化的收入 一直拉不起来 资本的收入一直掉嘛 那那个时候我希望能够去历练 数位的业务跟编务 但是商周本身那时候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 然后金周刊的社长梁永黄 他其实他挖挖挖很久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那你来我数位给你做 我觉得是perfect 对对他愿意给你做 我觉得这个诱因太强了 所以我等于是去金周刊练剑 然后一下落跑 也不是落跑 其实因为金周刊内部有一些 因为我去了之后 如果我是做业务 我就踩了别人的地盘了 所以原来的业务主管就反弹 你现在真的能够云淡风轻的看这件事情吗 那事情其实你要知道说那事情都会过去的 而且我们通常希望说我们希望朋友多一些 仇人少一点 然后我再往下讲 就是说我在金周刊那半年我其实已经去做了很多 我就练了一套新的建树 然后之后就刚好 其实那时候离开也是因缘经历 因为是在金周刊绝对不能发挥 因为在里面有一些斗争 然后那时候东森新闻云 就是王立宁先生的东森新闻云 他就要找一个总编辑 那找上我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也蛮诱人的 然后我就去东森新闻云做了总编辑 但是做了大概就一年三个月 就是我又被处理掉了 又被处理掉 因为我个人的气质跟东森集团的气质是并不相容 你想你应该知道我讲话 因为我们早期都跑过力霸集团 还有东森集团 所以对王家的这个文化 其实我跟他的气质是不相容的 很不 很不相容 所以我在那边又待了一年三个月之后被处理掉 他刚好就是风传美集团的张国军先生 他就找上我了 但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就是还蛮正派的人 所以我在风传美就一路待下 那风传美他也赋予我一个经营的任务 我觉得这个东西变成说 好像我在金周刊所经过的 或者是在东森新闻云 如果有受到一点委屈的话 我觉得在金周刊的经历 以及在东森新闻云所受到的一点点委屈 在风传美人这边转成一个正向的能量 哇 说实在的 因为都还在江湖中嘛 对不对 所以山水都有相逢 那碰到过去的旧友旧同事旧战友 然后你们在对立的单位 抢同他一个案子的时候 你的心态又是什么呢 当然希望我赢他输啊 但是风度还是要很好啊 这个预算就有一笔 我拿走你就没有了 他拿走我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在战场上是一定要赢的 所以就是仇人了 就不会再是战友 也不会是朋友了 其实你要知道说这个 这个世界是一个 用佛家语言 这是一个娑婆世界了 我们想说世间无常啊 以前我一手拉拔的干部 现在商业周刊还有一批 我以前在广告部带过的干部啊 对 我们练的是同一套武功啊 使用的是同样的兵器啊 然后现在来抢同样一个案子 现在在市场上面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对 有时候有个标案要去检报 就刚好是他先检报 我会后检报 那其实是在进诸会议的时候 是会打照面的 那彼此就会心一笑 你那些部署还是当年我师傅 我调教给你的 我一手交出来的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样一想 你会讲什么 你会开什么价钱 我都可以猜得出来 就他的价格带 或他会做多少折让或赠送 其实我通常猜得出来 这很有趣 对 这真的有趣 不过说实在的 用你这样的高度跟精力 然后来笑看这些人生 其实并不容易啊 过去我们在职场上面 碰到一点挫折的时候 我们都会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生气 甚至会迁怒别人 然后来怨恨自己 可是我现在看起来 你都是非常的云淡风轻的 看这件事情 我们待会会来聊一聊一件事情 我觉得蛮好玩的 其实在这本书 我觉得蛮划算的 因为除了看到他的文章之外 你可以看到他的画画 你很会画耶 我本来以为你只是随手画画 就没想到你说 你的梦想是当画家 我小时候想当画家 真的假的 所以我的画基本上是有基本功的 厉害的啊 是很厉害的 而且我自己学过水彩 我知道非常非常的厉害 水彩是最难的 所有的比例 所有的色块的结构 其实所谓的水彩画 或者是创意画 那是经过精密计算之后的随意 对 所以我们待会也会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他的画画的好 他的书法也写的好 对 那大家都知道 在写书法的时候 你一定要临摩 就是你要入帖 当你临摩完之后 你要出帖 也就是你要自成一格 自成一格 对 这是非常难的 就是你该有的传统的训练 你要马布敦好 对不对 该有的笔画你都要会 但最后要怎么样成为 自己独树一格 那真的是非常的难 做事如此 画画如此 这个写书法是如此的 我们待会讨论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这里是 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生活通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 铺在梅集团的合伙人 同时也是新新闻的社长 王学成 江湖人称王社长 那么带来他的新书 喜欢的是开心作 不喜欢的是耐心作 我们刚才聊到了 就是你亲戚书画都会 会写书法 会画画 书法当中有 入帖跟出帖 你怎么看从这件事情 谁可以让你模仿 谁又可以让你自成一举 这个看看人生的格局 要怎么的去建立 这边是不是跟我们年轻人聊一聊 我入帖有些过程 因为我也是大概从小练书 然后最近比较认真练书 最近这十几年 我觉得入帖 毕竟满上前也要进过过程 是你要先从结构练起 也就是像我们叫唐朝的欧阳勋 人家都称为结构大师 因为他的九成功 或者他的字式结构是最好的 然后我觉得从凯述里面 去练习那个结构之后 你可能还经过行书 经过草书 甚至有时候还立书 传书的训练 那当然就是你对文字的结构 跟所谓的每一笔每画的布局 就会能够心领神会 然后呢 这个这是入帖 通常我自己的经验是说 你一本帖大概零十遍到二十遍以上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在零的是 这个唐伯虎的那个落花师 因为他是行书 他就是像行云流水一样 不容易啊 不容易 其实这本帖我已经练了一年了 我觉得基本上你要入一个帖 大概这个是每一本帖 大概就练习一年以上 然后累积一段时间 就是刚才讲 我们讲到要出帖 出帖就是说你要有所变化 形成自己的风格 那通常我们在七眼里面做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学习一个记忆的时候 都会有个师傅嘛 就跟着师傅走 那其实比较重要的记忆 包括这个木工或者是书法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做业务 或者是说做管理 那其实那都是师徒制 就是有一个师傅 那是世代单纯的 那是一生专属的 所以你跟着这师傅的时候 但是你跟着这师傅 或者你跟着一个总经理 或董事长跟着十年二十年的时候 有一天你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 你不能跟他一样 你必须出帖 为什么 因为市场已经跟他当家的时候 是不一样了 你如果萧归而朝随 你一定会做到效益递减的 到时候你就干不久 你就被拔掉 所以通常就是说 如果当家做主事 你一定要有所变化 那就要甚至有自己的创意 或自己的修炼 这叫做我们叫做出帖 那其实所有的书法家 都有出帖的过程 比如说这个像有的人 林的是王岐志的帖 或者有的人林的是欧阳群的帖 那你像赵孟甫 他其实是连的是欧阳群的帖 他也连过一些位别 但是他的笔法到最后就有一些变化 像这个苏东坡也好 或者说唐伯虎 他们其实你都可以 从他的这个笔画里面 这个你看到一些谁的元素 可是后来他都自己有所变化了 那我觉得这个 在我自己练习书法过程中 我也觉得说 通常我们学也好 偷学也好 这个你学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当你自己要有所施展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风格出现 你才会实际上我们讲歌星 或者是他的声音要有辨识度 对 那辨识度就是一个区隔 自己的风格自成一格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另外就是人生在世 有很多人就讲说 有很多是喜欢的事 更多的事是不喜欢的事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说你今天为了五斗米 当然喜欢的事 做喜欢事是开心的 可是你不喜欢的事也要做 那你什么时候会想到 我喜欢事当然我就要开心做 我不喜欢事我要耐心做 对这到底是什么时候想起来的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实行的吗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大的学问 就是反正 难啊你以为 那你有不喜欢做的事吗 就是被生活所迫吗 问题是你也不被 你现在哪有被生活所迫 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说 现在我们人生本来就是一个 说破世界嘛 它是个世间是很无常的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喜欢的人 可能三五年之后呢 会变得彼此不喜欢 嗯会哦 这个现在离婚率很高嘛 嗯 我觉得等一下 或许我们有时间可以谈谈 所谓的第二段婚姻 或第三段婚姻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婚姻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有趣的 然后我们回到来谈是说 这个应该是说 喜欢的事情开心做 当然很好 那不喜欢的事情耐心做 其实我个人最近又有一个 这个体悟是说 应该是说 不只是做你喜欢的事情 而是应该去喜欢你做的事 嗯 嗯 因为你要活在当下 嗯 喜欢做 喜欢你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做好 嗯 那我觉得我们通常在 很多事情是对等 就是我们在公司拿了一份薪水 嗯 或者是我们承担一个家庭责任 或者是我们对朋友 有所承诺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对称的 嗯 你拿了待遇之后 你必须把你的工作做好 对 你既然决定成家立业 你就要把家立照顾好 嗯 如果你答应了朋友了 不可以轻诺寡心啊 嗯 就是答应就答应 嗯 所以你要喜欢去做 喜欢你做的事 所以你现在也没有什么 不喜欢做的事了 嗯 有时候想想就说 就变得不喜欢的程度 就降到很低了 哦 真的有时候这个我们做业务的每天在外面这个抛头落面伸张首位的嘛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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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时候也会受很多气来 因为有时候客户真的会给你很多刁难啊 当然现在他们对于社长的刁难当然少一点 但是其实就是不理你嘛 哪有 他们就是只会跟社长那个逢迎拍马的 然后都为难底下的人 没有 其实他们有时候我也常常被以读不回 哦 是吗 对 其实他很客气 他不会跟你说 但是你就是以读不回 你会生气了吗 你现在境界越来越高了 我就会透过他的好朋友去问他说 哎 请问你帮我问一下 他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这也是一个方法 你不要直接问嘛 尴尬 那样子其实很伤感情的 那如果说他可能 或者你透过他的秘书 或者透过他 甚至透过他的老板说 哎 我透过董事长去问了总经理说 哎 那个风传媒那笔预算到底可不可以 那总经理就跟他说 老板你竟然问我 我说我现在有困难 嗯 因为我现在 可能因为疫情的影响 其实大家都被卡住了 嗯 大家对于行销预算的动用 或者说其实是 其实我们最近也是 一些预算我们也争取的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呃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个 能够在江湖上走动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心情 叫做心存感激 嗯 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交汇 嗯 就是能够相处 我都希望是说能够 呃 用四个叫做善恋善行 嗯 你尽可能往好处去想 哎 你这样子佛心的话 那对于这个价格的 这个谈定的话 会不会有多有那个挣扎跟纠结啊 通常我喜欢跟客户讲是说 嗯 如果我有个竞争对手的话 嗯 他到这个跟我讲说 哎 别人比你便宜 别人比你便宜 对对对对 对啊 我就跟他说 好 他多少 我就多少 啊 但是我的品质比他好 哦 嗯 我通常喜欢讲是说 没问题 张总 这个事情这样子好了 我们都已经见面了 我跟你讲 我把我最好的价格 跟最好的品质 都给你 嗯 动不动听 动听啊 好听啊 哈哈哈哈 就是我把最好的价格 跟最好的品质 都给你 而且我承诺 嗯 所以你这样讲的话 谁不砍你啊 基本上 呃 通常是到这个地步的话 通常因为我们 你知道公司的品牌 跟品质到一个程度之后 如果你释出这样的诚意 其实我多少 在在所有预算里面 我都可以分到 我该分到的 通常我也不会希望说我全部拿走 因为你全部拿走 别人混死嘛 嗯 别人会反扑 到时候那个会变得很纠结 通常我这样讲说 请你把 风传媒该分道来给我就好 哇 真的是很佛心的社长 你改天应该来我们节目 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们应该要做一个优雅 跟有气质的生意人 诶 优雅 有气质 而且当商人是无比的乐趣的 我下次你出这本书啦 嗯 对可以考虑 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很多东西是应该去 彼此去共振的 让社会变得比较正向循环 对对对 好今天时间有限 真的非常谢谢王学成 王社长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希望下次有机会 还可以多聊一聊 谢谢社长 谢谢你 谢谢运芬